4-2解C题第17题 求这个不定积分 根号1的x分之1 再加2的外面平方的不定积分 这个要把平方展开 这个要把平方展开 那你谁为unis做不错了 要把平方展开 然后利用指数率 根号1的x 就会等于1的1的x的1分之1次方 会等于1的2分之x次方 这个基本概念要有 基本概念 a加b的平方是a平方加2ab再加b平方 利用这个把它展开 利用这个把它展开 我们看它的solution 看它的solution 平方展开 利用指数率 1的x分之1是1的-s 1的s分之1是1的-s 这个是刚刚讲过的根号1的x 是1的2分之x次方 再分母变成分子是-2分之x次方 -2分之x次方 那四召超 四召超 那1的u 1的u 1的u次方du 会等于1的u 再加c 所以1的-x 1的-x 1的-x 要d-x 要d-x 那除以-1 会等于-1的-x 再加c 所以这个一定要用数解法才会快 才会快 那第二个 第二个1的2分之 就是x 再加c 我们用数解法来处理 所以1的u du 主公式是这一个 这是变数变幻的主公式 那这边u的话 这边du 这个要一样 这两个位置要一样 我们看继续往下看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 其实功力过后可以直接写答案了 1的u 现在u呢是-s 1的u 要du 所以挂入里面的导函数 不处不会相等 过来1的u 2分之-s u呢是2分之-s 要du 要处理挂入里面的导函数 处理挂入里面的导函数 那系数不要忘记了 这边一个4倍 这边一个4倍 不要忘记了 直接积分 等于-1的-s 等于-1的-s 在 这个是2分之-1 这边是2分之-1 2分之-1在分母内是-2 个来一个4是-8 这边是-8 -8 1的2分之-x 4的积分是4x 再加一个积分常数c 那最后面写一个答案 写个答案 那这个手续的不定积分呢 会得以这个东西 -1的-x -8倍的1的2分之-x 再加4倍的x 再加一个积分常数c 这是我们四字二节 习题呢 第17题